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崩帖乱破跑毒神器 2.7装系大斧,流营,黄泉复刻安排 崩帖,3.0召唤体系强推,八重因提前 2.6复刻角色推测 2.6绝版光追来了,平民可获99抽 黄泉,杀金复刻时间曝光 新穷铁刀2.6卡池越来越近 除了新五星角色乱破即将登场外 有关于2.6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快要来了 时间预计在10.11日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在后续的2.6版本中 除了乱破这位忍者少女的登场外 在模拟宇宙商店中也新增了其他的光追 当然了,新五星光追没有 但是却新增了绝版活动光追 比如之前活动赠送的新手任务开始前 嘿,我在这等活动光追都会上架 对于之前没有或者迭影没有金舞的玩家而言 绝对算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2.6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消息 很多都是预测 不过就当其环境和怪物来看的话 杀金,黄泉这两位五星角色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本身这两位就一次没复刻过 其他早期登场的角色也都复刻过一轮 所以说杀金,黄泉大概率复刻 至于软眉,流营估计2.7卡时复刻的可能性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 2.6版本可获星穷汇总的奖励也终于来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可以看到 统计时间是从10月23日至12月4日 其中平民玩家 林克最高可获99抽 小月卡玩家 最高可获126抽 大小月卡玩家 最高可获134抽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香的 除此之外 就是2.7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2.7卡池是双五星角色星期日 SB亭云登场 两个角色的机制定位都偏向于辅助 双辅助角色上线 强度应该不会差 其中星期日据说不仅是召唤辅助 还有拉条 充能等 当然了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星穷铁道2.7版本中 即将登场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SP亭云和星期日 确实让人期待 SP亭云据说是流营的队友 可以作为同协组的替代角色 能够进一步提升流营的实力 其强度应该会让玩家们感到满意 考虑到亭云这一次新角色 已经表现出色 因此 SP版本的强度应该不会太低 而星期日作为另一位同协角色 也应该有着相当的实力 与已经在卡池中的同协角色 有所区别 这两位新角色的加入 无疑会给游戏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 让玩家们期待不已 在3.0版本中 主推的是召唤体系 这一点可以从近期登场的角色中看出 其中乱破也有召唤物的存在 而且在后续版本中 也多次提到了召唤物的设定 看起来大版本的基调已经设定下来 不过目前给出的角色信息 还不足以确定他们的强度如何 一些玩家正在猜测 是否会有八重英提前进入卡池的消息 从1.4版本开始期待 现在只能等待后续的消息了 希望八重英能早日登场 对于喜欢这位角色的玩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根据论坛上的消息 关于2.6版本乱破卡池的一些内容 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其中提到了复刻角色名单 这样许多玩家感到兴奋 可能会继续存在复刻三卡池 其中杀金、真理医生和黄泉的概率会得到提升 不过 流营的复刻可能会被推迟 因为波提欧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复刻 如果流营提前复刻 那将会打乱节奏 因此可能会选择让波提欧先进行复刻 以保持游戏内容的有序性 尽管2.5下半卡池中的灵莎尚未登场 但玩家们已将目光投向了2.6和3.7卡池 坦率地说 2.6卡池主要是在等待复刻卡池的安排 至于2.7卡池 其实力肯定不会太低 可以稍作观察 不过 有关乱破这一角色的改动 确实有些幽默 据称 在2.6版本中将会退出新的副本 许多玩家认为乱破的价值不断攀升 毕竟 尽管这一角色在测试服中遭到了削弱 但玩家们仍然认为不能轻易放弃乱破 听说乱破在跑图时非常实用 在2.7版本中登场的 SP庭云和星期日 据称都是双系大幅 新庭云的定位尚不明确 有传言称 星庭云可以加入流银队伍中替代同鞋组上位 然而 许多玩家认为 这一角色目前似乎只是为3.0大版本做铺垫 就像在软眉时 就已经可以看出一样 尽管能够与流银组队是一大优点 但有人认为 这一角色可能只是为未来版本做准备 另一方面 星期日据说可以双拐 一个是拐队友 另一个是拐之羹咬 虽然他们是兄妹 但这样的安排确实有机抽象 两位人权大C流银和黄泉的复刻消息 又一次在论坛上被热议 就是比较关心什么时候能够复刻 黄泉肯定比流银早一些 不过都说 今年不会复刻黄泉 但也可能有手偏差 这就要看着两个版本 是否和2.5一样 搞三卡词复刻抽取 如果这样的话 在2.0大版本结束前 都是有可能的 流银复刻 应该会有不少玩家愿意抽取